一名高姓妇人向玉璃警方报案说 她误信网路投资被诈骗了708万元 而警方就以可以领取获利费用为由 来个季中季 洋装成对方到超商面交200万元 诈骗集团两名车手一约前来 在交付金钱之际 早已部署完备的警方一勇而上 把这两个车手给制服带回侦办 在成功拦阻保住了高姓妇人200万元的积蓄后 玉璃警方局转手围攻主动出击 说服被害人答应以面交新台币300万元 来引诱出诈骗车手 警方讲解救济 洋装投资客选在超商面交 一约前来的车手不宜由他 在交付金钱之际 超前部署的警方是一勇而上 将两名车手制服带回侦办 本费局专案小组在交易地点 由内而外部署三成警力 带车手进入超商取款之际 警方即时现身 当场逮捕两名车手并带回侦办 讯后依诈骑罪嫌 将陈姓及周姓两名犯嫌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网络假投资 真诈验的诈骗手法无所不在 一名高姓妇人向御理警方报案 表示自己误信网络投资 而遭诈708万元 因此以可以领取获利费用为由 与警方合作来个集中计 保住妇人的辛苦钱 警方也成功打诈 记得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